哦 完了 居然被风吹断了一颗星云长 哈喽 朋友们好 我是老B 这两天我们这里风比较大 今天早上过来看到竟然有一颗 那么粗的很粗的这个星云长 竟然被风给刮断了 感觉好可惜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星云长 这样子还能不能把它救回来呢 这么大的星云长居然被刮断了 太可惜了 这颗就没事 但这颗我想也得把它加固一下才得了 太可惜了 要是救不活的话就可惜了 看怎么来挽救一下它 这么粗的星云长 居然断了 居然断了 这么大一颗星云长 老庄居然 居然被风给吹断了 这个要是救不活的话就太可惜了 必须要抢救一下 必须要抢救一下 我打算拿 把它这个伤口聚平拿多些人给它抹一下 然后把伤口晾干重新 重新给它种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把它给救活了 必须得抢救啊 必须得抢救啊 这个不抢救就太可惜了 这个不抢救就太可惜了 这个要把它聚平一下才抹 那抹得多静人给它 这个以前有个途方法 就是不抹多静人的话 有那个炒木灰炒木灰也是 人做骨灰在锐 멤버中 那个有汉 clicking 这些地方 就是迫献一下 gostoinated 还是怪整的 这是我们找个酒 介绍码 这次的人 鞋 把它放到一个干燥通风的地方 就先放它在这里晾晒一下 等这个伤口干 再找个盆把它种进去 看能不能还能救的 应该这个仙长这样应该问题不大 朋友们其实想预先长 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方法 在树上把它割下来 割下来然后呢 伤口处理一下 等它伤口干了 就找盆把它种进去 应该是可以的 这种仙长类的是很好 我这颗的话 等它晾晾晒伤口 看下午就把它种 好了 好了这一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喜欢老币视频的朋友啊 点个关注啊